想問一下這個四千台買的房子 剛好跟客市長的存款 差不多短差的額度剛好是一千八百萬 是不是質疑說是不是把政治現金挪用來買這個房 這個完全是一個誤解喔 它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款項 就是政黨的這個選舉的結餘款有分兩筆 一個是政治現金 一個是給個人的補助款 所以呢這個個人的補助款呢 就是給候選人來使用支配 那當然呢在我們的黨章裡面 還有就是主席過去就已經曾經多次表達 他會把他個人的這個補助款 有大部分都給黨務來使用 那其他的一個部分呢 他也會做他個人的一些規劃 所以呢他是拿來購置這個辦公室 這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外界要把這兩筆混在一起 已經是一種混淆的狀況 所以目前是民眾黨中央是搬到台坡 然後這個新的濟南的話就是作為科主 是自用是這個意思 對就是個人的辦公室 像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 他卸任之後 或者是他算在擔任黨主席的期間 還有個人的辦公室是一樣的意思 然後想要問一下就是碧如委員 因為他是有認為說他昨天 他的這些發言比較像是就是 建議黨中央的性質啊 然後因為現在大家覺得說 你昨天的意思是不是有一點在酸 蔡壁如這邊就被大家說很像是公眾群 你怎麼看呢 我想我很多的發言其實都是被動發言 也是多次的被點名到我才被動發言的 那昨天呢媒體朋友來問我的意思是說 蔡壁如顧問他有點名我 是不是要來選舉這樣子的一個在節目當中 拋出這樣的訊息 那我其實也是做法規來做一個陳述 首先 政治人物在參與這個應該這樣說 首先公務人員呢在參與政治的活動 本來就是被適度規範的 那蔡壁如顧問他是台中市的有幾職顧問 有幾職顧問他就是政務人員 那政務人員當然也是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還是不能夠兼任黨職 或者是兼職的 所謂的兼職就是開節目 那黨職的部分呢 因為蔡壁如顧問他有多次的提到說 好像有人不讓他回到黨中央 其實昨天也是在回應這個 並沒有人要不讓他回黨中央 只是說因為他現在擔任的是台中市政府的顧問 依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他們就是不能夠兼任黨職 這個是比較法規來做一個說明 不過有淑慧他也說 其實過去你在當市政顧問的時候 也有參與一些黨內的會議 就是這樣以這樣的標準來說的話 好像就是蔡壁如這樣的發言 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對 有淑慧議員確定要這樣雙標嗎 要確定喔 因為現在這個台中 那個獎獎 這個的是Grace 沒關係 因為有淑慧議員也有說這個 他說柯文哲主席有兼任這個黨主席 那我想游淑慧議員如果真的要這樣雙標 真的要想清楚喔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台北市政府的 有幾職顧問都睜著眼睛在看 游淑慧議員怎麼樣陳述這件事 怎麼樣表達這件事 千萬不要雙標 民選的首長他是民選的首長 他呢跟一般的公務員不太一樣 所以他受到的規範不能夠完全等而釋之 但是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政治人物特別是公務人員 在參與政治活動是有受到規範的 只要回去翻一下公務人員的行政中立法 就可以清楚的說明 公務人員不能夠兼任黨職 這跟參與會議或者是其他的活動是不同的事情 另外也不能夠兼職例如開節目 所以有明確的規範 那游淑慧議員一定要好好的把這個法規來研究清楚 我相信他不只現在是議員 他過去也曾經擔任過台北市政府的官傳局的主任 對於這個法規的規範他應該很清楚在對 所以之前在當這個市府顧問的時候 確實當時是有參加中午的黨政會議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可以去看一下這個公務人員的行政中立法 它裡面有清楚的規範 不得兼任黨職 然後不得兼職 這些規範我都牢牢的遵守 謝謝 請問一下這個商辦的部分 就是他說個人辦公室是要可能成立基金會 或是做什麼使用 個人辦公室使用 對 個人辦公室有非常多的要發展的需求 所以就是一個個人的辦公室 所以我剛剛有說像這個蔡英文總統 他在擔任黨主席的期間 或者是他卸任了總統之後 他也有一些個人的生涯規劃跟安排 所以會有一個個人的辦公室 這是滿普遍的做法 那有確定什麼時候要入住嗎 這個我不太清楚 可能還在籌備黨主席 他可以確定是選舉節日款嗎 這筆錢 選舉的補助款 對對對 是給個人的部分 所以跟我們現在在討論的這個政治獻金 就是大家現在在討論 像監察院申報的這個是不同的 那想問一下所以目前黨主席的這個 個人的這一筆款上有大概 撥多少是等於是給黨中央 或者是撥多少給他自己的一個名利規劃 這個部分他過去都已經有強調了 他在很大部分都會提供給黨務 來做發展的支出 但他不會是整筆的 他一定是陸陸續續支出 看黨的需求 那這些東西他都有多好